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肠胃也不是很高 容易出现拉肚子的问题 最后就是我们要注意杜高犬的行为约束 不能让他们有攻击人的行为 一旦有就要严厉的纠正 一次纠正好 如果有伤人行为 那这只杜高犬就不能再继续饲养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到评论区里讨论交流哦